一网捞出40万斤,茶干湖的鱼为何永远捞不完?难道真是洗澡鱼? 在每年的冬天,吉林省茶干湖都会进行一场东捕活动,作为当地最原始的捕鱼方式之一。 至今已经流传了很多年的时间,当地政府为了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, 从2002年开始便将东捕活动与旅游业相结合,每年都能够吸引很多游客前来游玩, 并且茶干湖中的鱼并没有因为人们的捕捞而变少,甚至曾创下过一网捞出40万斤的记录。 既然如此,那么茶干湖中的鱼为什么捞不完呢? 事实上,当地政府为了保护茶干湖的生态环境,规定了每年东捕的捕捞上限, 大多数时候如果捕鱼重量超过了300万斤,那么就必须停止捕捞。 这种规定很好地保障了茶干湖中鱼类的持续性发展,并且据当地人介绍, 茶干湖从1995年开始就建立了鱼苗养殖基地,每年都会在茶干湖中放生大量的鱼苗, 在之后的很多年时间里,它们都会安全地生存在茶干湖中。 如果这些鱼苗刚被投放到茶干湖中,就被人们捕捞上岸, 那么是否会对鱼苗的持续性发展造成影响呢? 实际上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不会发生的, 这是因为当地政府对于捕鱼的鱼网有些严格的规定, 只能使用6寸网眼的鱼网,这样一来那些没有长大的鱼苗就不会被打捞上岸, 也防止了茶干湖遭受毁灭性打击。 正是有了这样的规定,茶干湖中的鱼才会越来越多, 茶干湖中的鱼价格越来越高,是否会出现洗澡鱼冒充的情况呢? 随着茶干湖东部的名气越来越大, 前去一探究竟的游客越来越多,而质疑声也就随之而来了。 由于每年在茶干湖中打捞出来的鱼不仅多, 个头也非常大,因此每年都能卖出很高的价格, 并且东部打捞出的头鱼还会进行拍卖。 在2021年的时候, 头鱼甚至拍卖出了300万元的高价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 除了头鱼之外的其他鱼, 身价也会随着水涨船高。 既然如此, 那么茶干湖中的鱼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? 花高价购买到底值不值得呢? 由于茶干湖的自然环境优越, 所以生存在那里的鱼相较于人工养殖的品种来说, 肉质必定比较肥美, 而进行拍卖的头鱼与湖中其他的鱼并没有什么区别。 人们花高价购买也只是为了能够获得一个好彩头罢, 因此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。 不过不少人也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疑问, 当地政府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, 是否会用洗澡鱼以刺冲好了? 所谓的洗澡鱼指的是在东赌即将开始之前, 将人工养殖的鱼投放到茶干湖中来冒充野生的鱼类, 而在茶干湖中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。 由于茶干湖中最常见的鱼类为胖头鱼, 这种鱼的生命力极其脆弱, 离开水后就会很难继续生存下去。 如果从外地购买大量的胖头鱼, 那么可能还没有运送到茶干湖, 就会出现大面积死亡的情况。 尽管茶干湖中的鱼确实能够卖出高价, 但是损失同样也不在少数, 因此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太现实的。 茶干湖生态环境优越, 曾经却差点彻底消失。 这究竟是为什么? 茶干湖拥有着307平方公里的淡水面积, 在我国境内排名第7, 但是你敢相信吗? 如此大一个淡水湖, 曾经却差点彻底消失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呢? 在以前的时候, 我国曾在短时间内修建了很多水库, 虽然是为了环境考虑, 但是由于逐渐的数量过多, 所以导致茶干湖中的水量越来越少。 不过还好当地政府及时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, 进行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, 才让茶干湖逐渐恢复了生机。 不过那个时候的茶干湖并不像现在一样, 生存着大量的鱼类, 为了能够维护生态平衡。 从1992年开始, 当地政府实行了三年的禁鱼期, 并且还投放了大量的鱼鸟, 才让茶干湖发展得越来越好。 甚至当地的生态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, 许多野生动物都在这里定居, 自然环境变得越来越优越。 不过令人担心的是, 茶干湖好不容易摆脱了困境。 如今大力发展旅游业, 难道不会让当地的环境造成破坏吗? 很显然, 当地政府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。 为了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, 茶干湖设立了一部分鲸鱼区, 很好的保护了生存在那里的野生动物, 也让它们的生存空间不受影响。 所以茶干湖之所以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, 是因为人们在背后不断地努力, 只有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开放当地资源, 才能够做到稳定持续的发展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 许普文新争稿啦!